上汽大眾汽車有限公司總部位於上海安庭 後來又在南京、宜征、烏魯木齊、寧波、長沙等地建立有生產基地 其中安庭的第一工廠建於1984年 是上汽大眾歷史最悠久的工廠 大陸媒體《十方志行》昨日報導 原來一廠早已在2022年7月永久關閉 部分生產線半千至宜征的工廠 目前一廠大部分廠房已被拆卸 消息指去年3月中旬在上海的封控防疫措施下 上汽大眾安庭工廠兩次被迫控制產量 一廠日均產能下降近乎四成 並開始合班即將原有的輪班制變成一班 直到7月左右徹底關閉 消息指第二工廠亦在今年啟動合班 部分員工將分流到其他工廠 根據公司內部消息 第三工廠或將在今年下半年啟動合班 此外安庭的二廠和智能化工廠 已正在裁減人手 中共放寬防疫政策後 大陸汽車銷量曾有所恢復 但隨著整體經濟衰退 銷量又迅速下跌 大陸各大車廠 包括電動汽車巨頭比亞迪的各地工廠 都紛紛倒閉或減產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按鈴鐺先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看到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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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